这是我住的酒店 千所未有的 走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说 千万不要住这个酒店 这是我的这个工作间 快晚了 快晚了 好 好 拉斯维加 拉斯维加 了 AT & T Selling Wi-Fi 没有可以连接的Wi-Fi 然后今天呢,就有种悲催 因为现在是没有Wi-Fi,没有网络的 我跟其他人是联系不上的 在吃饭期间呢,如果有任何事情的话 是没有要联系的 然后我在那边自拍的时候 我周围全在看Wi-Fi OK,这就是今天的饭 OK,我现在已经回到酒店 刚才吃了个汉堡 美国这边汉堡可能是吃的人太多了 麦当网里边连这个 番茄酱都找不到 总而言之呢 现在我要好好地说一下这酒店 我所住的酒店叫Circus Hotel 首先呢,我住的这个地方 价格属于居中 但是它只有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三盏灯 屋顶是没有灯的 跟我以往住酒店不太一样 屋顶没有灯 我们看一下电视 我们看一下电视 菲利普斯 这个牌子已经相当的古老了 这样的电视 有多久没有见到呢 非常老旧 而且这个柜子 特别的神奇,特别的有意思 比如说 是打不开的 是打不开的 但是第二层却可以 这个柜子坏掉了 还有这样的衣柜 但是呢 它是这种后期改造过的 另外呢,这几点大家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要来美国或者住酒店的话 尽量要带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比如说拖鞋 对,这个地方没有拖鞋的 第二 你要带自己的牙刷 因为美国的人啊 比较多 它这个牙刷有时候不够用 昨天我问这个酒店要牙刷的时候 他说 对不起我们这已经送光了 没有了 我晚上不能刷牙 睡觉是极其痛苦的 然后 然后 切记一点 这泡面没想泡 因为 在美国这边呢 是没有热水壶的 酒店里是没有热水壶的 想喝热水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怎么喝水呢 一般都是 一定要确保水是凉的 一定要确保水是凉的 真的是这样 接水 下一个要注意的点是 啊 来了之后呢 尽量带上自己的洗脸的 比如说 这样的 洁面糕或者洗面乳 因为这边呢 它是没有洗脸的东西的 因为老外没那么细啊 这是他们提供唯一一块洗脸的东西 没错 就是一块香皂 香皂 而且 它沐浴 跟洗头发是用了一个牌子 这叫做什么 conditioning shampoo 这是又能洗身上 又能洗头发 所以他们只有一瓶放在这里 美国呢 跟中国 有点相似的地方是 在很多地方呢 它也是用空调的 对 空调 这个东西 我好几年没用过了 但是它这个空调 非常非常的夸张 比如说啊 在我睡觉的床 就是这个 我带着这个床睡觉 然后对面对的就是这个桌子 所以我每次工作完之后 直接就睡觉了 然后奇迹就在这里 这是它的空调 非常非常古老的 我为什么要说它古老呢 因为呢 昨天啊 睡觉的时候 因为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昼夜温差非常大 在晚上的时候非常冷 所以不得已的开空调 一开空调呢 那如果你要去睡觉的话 就麻烦了 冬天 开这个 没错 这个空调呢 晚上跟一头怪兽一样 猛烈的叫唤 几乎它是还挺智能啊 隔一段时间 温度不对 它马上就自动重新响 所以虽然晚上被它睡觉 我是把它关着的 开了的话 几乎是隔十分钟 把你吵醒一次 这声音太大了 还在想 这就是我居住的酒店 没有热水 空调声音大 电视机不能看 柜子打不开 没有压刷 然后 披头跟洗脸又有一个东西 我感受到家的温暖 OK今天呢这件衣服不穿了 这个衣服就 好 OK Let's go 这是我们今天的四个团队 四个人的团队 这是苏雅 林立 艾伍比 这边的树跟温哥华差好多呢 今天我们准备先去酒店 他俩拿上那个牌 他没拿牌 然后我们就去直接坐大巴 到这个CES的现场去 真正衣裳踩个点 我们现在呢 我们四个人呢 就把所有的牌子都拿上了 我们都是media 今天呢 真的要去现场 采访一下 我们要去现场采访 还是 就是拍 今天可以把一些 如果开展的话 把一些视频拍掉 然后我们会传续 往后就让他们拍了 因为 就把这些 呃 然后我们拍的时候 顺便就彩点吧 往后几天的直播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跟苏雅先讲一下 就哪些我们可能 后来直播又用到的 然后一起去放一下 对今天我们就是一个 整个一个准备的活动 然后等一下呢 摄像师就要忙一下 因为他背的就是装背 虽然都是我的 但是 现在靠他了 很重这个 你怎么说一个妹子背包 你为什么自己不被弃裁 Let's go 现在是晚上一点三十三分 因为今天白天 视频拍太多了 所以现在还在补视频 然后我饿极了 但是今天晚上呢 我竟然在 赌场的附近 找到了热水 然后 一瓶热水用了 非常的开心 结果现在是 喜极而起 我把那杯水 放在了泡面里 香辣牛肉汤面 这个味太香了 可是在不爆 粗口的情况下 我只要说一句 我从来没有想到 这个泡面这么便携 它竟然不提供内置的餐具 没有叉子 我没法吃的 只能用手 用手 或者用吸管 所以记得住店的时候 带好自己的餐具